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消息 在今天报道的是 美方的资深官员10号这一天已经宣布了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派出一个非官方高阶代表团 在台湾大选之后来访问台湾 该官员不愿意透露代表团的人选跟时间点 但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白宫规划是由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还有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 这两个人共同率领这个跨党派的代表团 来到台湾进行访问 只不过在台湾的大选前线两岸的情势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不太明朗 中国大陆有多个省市近来传出要暂停 陆生赴台的交换政策 根据了这个部分 海基会的副秘书长蔡孟军在昨天的确证实了 包含了吉林 重庆 陕西 广西等等的省市 都有学校做出相关的宣布 不过台湾的学校还没有接获陆方的相关通知 后续是否还会出现变数呢 需要持续的观察 接下来呢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报道的是 吸引外国游客再出招了 因为大陆11号开始 施行便利外籍人员附中 总共有五项新的措施 包括了放宽申办口岸签证条件 空港口岸全日过境免查验等等 好 当然现在随着全球经贸 跟国际的航线航班逐步的恢复 大陆2023年全国的入境人数 已经达到了2.1亿人次 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62.9% 因此官方也预估了 在2024年的入境人数 将会持续的成长 接下来呢 感谢观看